秀宁香5月13号因为电力中断及美春家湾稳健站 相信赵福源刚好访试停电户 看到卧床病患呼吸困难违在旦夕 除了立即救援之外呢 也赶快通知119以及在地的三站家湾巡守队队长金志雄 来协助帮忙让病患转为为安 513大停电秀宁香家湾稳健站的赵福源在进行访试的时候 看到卧床病患呼吸困难违在旦夕 除了极客救援之外同时也立即通知119 本人报告昨天下午大概3点15分左右 那个停电 然后本人在IR一家访试过程中 然后发现外劳求救 因为他那个照顾个案 那个因停电无法供应呼吸的部分 然后本人马上前往到他住宿个案家 发现他个案 他个案的患者 因停电无法供应呼吸给他 本人就立即拨电话给119 119救护车赶到家来挤救 今天村长金志雄表示 由于家务文件站照福源的积极态度 他也表示相当的肯定 然后通报我们村长及当地的新手队 然后看到救护车之后 就立即救护车人员 然后带个变形的小装备 刚刚好把他带走之后 然后就是刚刚有复电 复电马上插电之后 就他的整个身体安稳 然后我们就是有我们的那个凯虹 就是我们的文件站的部分是 早上是照顾我们的老员 那下午是访试整个我们的居民 或是说独居老人是个案 然后感谢他 因为他是从国西乡太平村布农主人 这边是不到一个月 然后熟悉整个环境 也感谢我们的当理事长 也是协助我们 然后就是每天就是学习 然后就是他们每天是个案讨论 然后今天今天的事情或是明天的事情 然后就是有问题的老人 然后我们就协助帮忙 江文先生的照片表示 他下午是进行访试工作 对长者有任何需要的帮助 他可以说是立即反应 达到的要求和通报存长 来确实服务长者的需求 让长者们和家人们能够安心 记得终于学习的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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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